日本二战战败后,于1946年底,将南沙群党归还中国,当时的中国政府将其化归广东圣管辖,但1951年,美国把苏联、中国等对日战上国排除在外, 偏免的和日本购合,前进就金沙合约,并在第二条规定,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,权利根据和要求,该条约的最大漏洞就是没有明确规定将南沙群岛归还中国,南沙群岛的主权争端完全是某些国家许义制造的,虽然历史和法理依据均证明,南沙群岛的主权毫无疑问的归属中国, 但出于种种考虑,越南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本来等几个东南亚国家,也声称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,每日南沙或跟中国南海有四大群岛,分别是东沙群岛、中沙群岛、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,南沙群岛是分布范围最广,岛礁数量最多的一组大群岛, 国际上习惯趁其为斯普拉特利群岛,中国最早发现了南沙群岛,汉朝时中国人已发现金南沙群岛到燕渡辽的航线,此后,历代政府不间断的,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,并进行实际管辖,唐朝时南沙群岛划归穷州府管辖, 道明清时中国人已在南沙海域捕渝,并在一些岛屿上居住,清朝将南沙群岛正式划入中国版图,从最早发现到拥有主权,再到开发利用,中国都远远早于其他国家,从现代国际法的角度来看,中国拥有对南沙群岛的主权,二十世纪三,零年代之前,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提出异议, 七十年代以前,英、美、把苏等国出版的《世界地图集》,以及各种文献和权威的百科全书《军青处》的江南沙群岛标注中国,日本二战战败后,于1946年底,江南沙群岛归还中国,当时的中国政府将其划归广东上管辖, 但1991年,美国把苏联、中国等对日战上国排除在外,偏偏地和日本购合,前进九金沙合约,并在第二条规定,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,权利根据和要求, 该条约的最大漏洞就是没有明确规定将南沙群岛归还中国,这一或更成为后来一些国家提出无力主权要求,欠占南沙岛礁的借口。 1974年,美国学者又证实该海域,可能是个地下宝库,于是南沙群岛主权未定论有了市场。 1956年5月,菲律宾宣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,发现无主的,提出对不放岛礁的主权要求。 1970年被放派并占领两个小岛,至1980年,被已先后侵占八个岛礁。 南越政权于1956年,排兵亲战南沙群岛的南威岛,1975年将所占的一系列岛屿,定名为长沙群岛。 目前,越南在南沙群岛的32个主要岛屿上主有军队,配有发电设备和雷达系统,其中29个岛屿还配备了卫星电视系统。 马来西亚,于1977年,动手在岛礁上建立主权,非,1980年后开始派兵亲战岛礁。 燕尼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,以后卷入南沙海域的化界争端,文莱也对一些岛礁提出领土要求。 这些国家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到底是为了什么呢? 南沙群岛海域有保通过南沙群岛海域的航道是一条保路,它位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腹地,是周边国家进入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咽喉。 周边国家都力图以南沙群岛为依托来扩大战略纵深,越南强调南海是其天然屏障,菲律宾则认为南沙群岛是正对菲律宾群岛要付的一把匕首。 因此,南沙群岛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战略和军事防务意义非凡。 此外,日本运输时有的海上生命线,在达州国、美国、新加坡等国的重要航线也多经此地。 这几个国家长期以来对该海域的航道安全身为关注,印度一心想冲出印度洋,进入太平洋。 这几年,印度海军的活动,已经扩展到南海区域。 此外,南沙群岛海域的海底还有不少宝物,专家导手估计。 南沙油气主量超过200亿多,占整个南海油气资源的一半以上,有第二个海湾支撑。 南沙石油不仅含流量低,而且基本为于200到1000米之间的一开采层。 进入南沙终端的几个国家,对油气依赖程度都很大。 越南强国梦的一大支柱就是南海的石油,菲律宾严重缺油,马来西亚,印尼,文来都是石油生产和输出。 过,因此,几个国家纷纷对南海石油进行热毒性开发。 在各自相吃不下的情况下,1991年开始,中国提出在承认主权归属中国的前提下, 愿与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开发南海资源的主招,及格式争议,共同开发。 菲律令几个总统都挺强硬,1971年7月,菲律宾前总统马克思宣布, 菲方此情已占领南沙群岛的三个岛屿,并授权在那里开采石油游, 菲律总统拉莫斯是志愿出身,在南沙问题上一向态度强硬。 1995年2月初,中非发生美激交危机,2月15日,拉莫斯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, 命令加强到交防务,海上巡逻和空中监督,并声延续做最坏的打算,最好的期望。 随后,飞武架喷气战斗机飞往南沙,展示了拉莫斯在风波后的强硬立场, 菲律宾政府还企图通过美非共同防御条约,拉美国下水, 在美国以南沙群岛不在条约覆盖之内,没有回绝了飞方的要求, 没有美国的武力干涉为后盾,拉莫斯态度虽有墙转弱, 趁讨若领土遭侵犯,将要求对方和平离去。 1996年以后,拉莫斯多次向美国提出, 将商鞭防御和做范围扩大到南沙海域, 希望美国提供军事保护, 非前总统埃斯特拉达为推动参议院通过美非访问部队协定, 亲自在电台把奖盖协定会给菲律宾带来的好处, 埃斯特拉达还指使国防部长梅尔卡多放风, 如果没有美国驻军,我们都知道谁会过来, 等我们明白时,中国人可能已经登上巴拉旺岛, 位于菲律宾西端了。 去年5月28月, 飞海军在南沙群岛附近,驱赶一艘中国人船时, 开枪射杀了中国船长,美国在南海大导军事演习,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, 美国越来越认为保护南海航道安全符合其利益, 在南沙群岛争端问题上也越来越积极, 美国逐步调整不介入南海的政策, 加大了在南海地区军事渗透的力度, 其中最明目张大的一招就是积极推动于一些东南亚国家, 举行以南海为背景的多冰和双叶军事演习。 2000年1月31日至3月3日, 菲律宾与美国在飞西部的吕宋岛, 马尼拉温,阿拉王岛等, 举行了代号被兼并兼2000的军事演习。 该演习只在检验美非两国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, 以加强两国的军事防务关系, 现实美支持被抗击外部侵略的决心。 演习的主要科目是海空联合登陆作战, 即设想中国在南沙漠无人岛礁或黄野岛派兵驻驾后, 飞联合美军对中国实施反登陆作战。 2000年6月14日至9月22日,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与菲律宾、 印尼、欧兰、马来西亚等国, 在南海地区分别进行了卡拉克2000年度双变系列演习。 演习的设想是, 某一地区大国, 派兵占领了南海上有争议的岛交, 并封锁了南海上的国际航道。 美国营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要求, 进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, 维护地区安全和海上航行自由。 美国驻东南亚某国大使声称, 演习旨在确保我们的部队与南海周边国家军队, 做好并肩作战, 以迎接现实挑战的准备。 1999年美军与南海周边, 各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多达14次, 2000年更达16次之多, 按常规, 类似的军事演习, 还会在今年继续进行下去。